诈骗集团手法越来越多 还有网友分享金件载具诈骗 他说收到自称是财政部云端整合服务平台的信件 内容提到载具归户资料错误 无法完成重奖发票减合 而导致汇款作业未成功 要求要输入信用卡资料 卡号有效期以及安全码等等资讯 也让民众猛然的惊醒 没有让诈骗集团得逞 因为他想到载具是没有再绑信用卡的 也让不少网友们回应 真的是越来越真了 整个网站也有露线的地方 包含是简体字以及网址也不对 就连信息也是大陆用语 要提醒民众多加留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